日前,台湾新党前主席郁慕明在广西南宁出席活动时表示,我们追求统一,就是希望让年轻一代做一个骄傲的中国人。 郁慕明称,台湾少数年轻人对大陆怀有偏见,有的有对立情绪,就是因为台湾的教科书不让他们了解大陆。 教科书不讲真的,让他们根本不了解大陆,所以误解大陆,那当然制造对立了。 所以等到有一天,让台湾的年轻人对大陆了解以后,恍然大悟,那个反弹力是更强的。 郁慕明表示,中国越强大,就会使两岸越来越接近统一。 没有人喜欢战争,所以当武统的声音越大,那是一种情绪的反应。 我们谈历史的过程,所有人都不希望真正走向战争。 战争,动很容易,说动就动,要打就打很容易,但是未来怎么办? 这是要考虑的,我们不能只考虑现在,我们考虑。 那台湾需不需要一定有武力?不需要嘛。 郁慕明表示,正如中共中央台办,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刘军川所说, 统一后,不仅台湾的和平安宁将充分保障,经济发展也将得到充分增进, 民生福祉将充分提升,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。 那就是告诉大家,台湾同胞不要担心,两岸统一以后,台湾同胞收入只有越来越多, 统一以后,台湾同胞会更幸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